歡迎大家跟我一起做這個科學實驗 寓意是真愛是任何形狀 或者將你變成他的形狀 不是不是不是 將他變成你的形狀 正式宣佈我的戒指 小陳 想不到這麼快會見面 不要怕大鑊 最重要是補鑊 情人之補品 Hello EG 今天要來做一些危險的事 話說3月14日就到了 又是送禮物的時候 雖然3月14日是女生送禮物給男生 但是大家都知道 身為香港的男生 其實都是一狗毛 其實誰送給誰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這次是DIY的東西 你對面那個不可以說你沒有心 我這次要做的是銀黏肚 即是這些 它一開始是這個黏肚狀態 你可以猜成任何你想做的東西 變成銀 上網見到有人做過 自己來挑戰一下 這個寓意就是真愛是任何形狀 又或者將你變成它的形狀 不是不是不是 將它變成你的形狀 網上看到有很多工作坊都可以做的 但是都很貴 但是原來自己在家裡都可以做的 第一步 那隻手原來乾的時候 就會吸出黏土的水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洗手 洗完手之後塗一些手霜 嘩 嘩 這隻手很滋潤 開了 好像開了之後分秒必爭 因為它會乾的 第一件事就是搓一下這個泥 這個銀泥 是這樣的 用膠的東西搓 搓到銀條 這些全部都是銀 盡量不要浪費了 因為它現在還是有空氣 有些水 其實就要多重摺疊 又變成糞便 然後再繼續搓 壓扁它先 然後再搓 然後把它摺 然後繼續搓 嘩 這裡有些 跌了出來的 不要浪費 是銀來的 貴的 重複幾次之後 現在就可以真的把它做成一條圓條 這裡就有那個戒指模 就是我模仿我手指的粗度 在這個時候就把這個圓條捆住它 嘩 得了 我那張黑道紙都不小心捲進去 但是因為之後要拿去燒 所以這張黑道紙是 讓你磨那個泥做柱狀的時候 就量一下長度 就不要放進去 因為燒的時候應該是火警 那這個時候 就是時候把買回來的石 就加進去戒指那裡 自己喜歡怎樣加都可以的 那我自己就應該不會加太多 那我按下去了 嘩好大顆 欸 一粒 再按進去一點 欸 呀 啊 即是 如果你們真的打算做給自己的男女朋友 我建議 把整的過程拍下來 要不然是感受不了 有多高精神 那我個人認為三顆都夠了 不過我個人認為 正式宣布 我的戒指 小陳 最後就是 這樣了 暫時是這樣 那就加了適當的石 下一步 現在開始就要燒這個 銀黏土 那首先我就先做爐 通常都是用酒精爐的 欸 搞定 那如果你家裡有煤氣爐的話 其實我煤氣爐都可以的 好 那這個開爐儀式 這種爐 真是第一次開 應該是先放火 接著就 扭一些濾氣出來 嘩 這枝好帥 大火點會怎樣 嘩 好 放個鐵網上去 嘩 立即有一個紅色的熱圈在這裡 看不看 我懷疑太大火了 那一開始就是要它乾乾水 那就不要直接放在火的正中心 放在旁邊 Something like that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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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好熱喔 讓它乾乾水 開大一點火 嘩 大家可以看到 在燒的過程裡面 石子已經掉下來 所以石子真的要黏緊一點 那不要緊的 因為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再用A膠黏石上去 但是正常來說 如果放得緊一點 應該就沒事了 那看到它開始出白煙 那出白煙就差不多了 嘩 這個不止出白煙 那簡單的 我整個東西都著火 我用鉗子 敲一下這個東西 其實已經很硬了 對 不知道聽不聽到 燒多一會 風 風 嘩 嘩 這個實驗開始暴走 風 已經開始暗焗焗了 地用模式 再來一次地用模式 按 火的顏色很不正常 到這裡先跟大家說一下 小朋友的話 切物亂模仿 本身是想拍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做 但到這一步 大家盡量不要模仿 改為看看我這個挑戰有什麼下場 更好 那更新 剛才我說出白煙 其實是當我剛才一開始沒有這麼小火的時候 放在旁邊正在焗的時候 出一次白煙就完成了 那就可以由外圍 移回去這個內圍 即是中間這裡燒這個東西 那燒到這個黏土變白色 就完事了 那我又開多一次地用模式 變橙色都像 現在其實 已經白了 這個 應該就可以進行下一個步驟了 然後呢 真的好像打鐵一樣 要冷卻它 Kuda 嘗試多次 用冰水去 出去Kuda 先 那現在找了露營鐵杯 這樣就不幫它爆了 那試試放 一二 搞定 那現在有個問題出現了 就是那個 黏土呢 是完全 跟這個 手指那個模 合起來了 我想不到什麼辦法把它弄出來 嘩好失正 正常來說 應該是有些東西放在中間 讓它脫模容易一些 那但是呢 現在就不一樣 就是玩法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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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 OK 就是這樣的 後悔的時刻內臨了 正常來說呢 雖然不放那張 黑道紙 但是它有一張 叫做離心紙的東西 就是這一張 正常要包住這張東西 現在我是 拿了東西 因為燒的過程裡面呢 這些黏土和中間的 心呢 已經結合了 現在永不分離 那所以我現在就 唯有希望 拿個鉗 填爆個 戒指的後方 好似得了 那邊邊已經有些 有些銀邊出來 那現在就嘗試一下 磨些銀出來 越來越銀 這些才是有誠意 就是你做到那個戒指很漂亮 送給人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就是要有些 它要看得出你是新手 你都做給它 這些厲害 刷一點不要緊的 越刷就越有誠意 所以這次這個戒指 是很有誠意的 太刷了 用完牙刷之後 用砂紙 更全面去打磨 這次混蛋 事情呢 如大家剛才所見 它是斷開兩邊的 所以我現在就找 剛才正如未用的黏土 就敷一敷邊 再燒燒它 希望它可以再次結合 回一齊 又是時候出動 想不到這麼快 又見面了老朋友 來 正式宣佈 這條片有一條教學片 變成一條補鍋 純粹是當FLOG看吧 大家 回復剛才的步驟 一開始放在旁邊 先放在旁邊 先放在旁邊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做這個科學實驗 是時候關火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還在出煙 先放在旁邊 我們可以繼續回去做剛才做的事 不要怕大鑊 最重要是補鑊 情人節補份 大家記住 好 拆東西 拆兩拆 那些銀色馬上出回來 很開心 這些所有的失誤 只是代表你的誠意是越高 就是這些 很累 如果你要拍片 記得把這些 啊 啊 啊 這些都拍下去 那些銀店舖 就是在手作店買 上網找一下 有的 那在有得買銀貼圖的地方 通常這些工具 都有得買買的 至於剛才那些石呢 浸水埗買到 那最緊要買的時候 是買那些高溫內熱 因為你要拿去燒 又或者你如果好像我這樣 你弄完再再黏上去 都可以 那大家都可以見到 現在只有一顆石 是殘留在這裡 其他都要靠刺 提一下大家 剛才用火的時候 最好就帶一帶 是安全的 但是我沒有帶到的 我太緊張了 最緊要就是把你的過程拍下來 就傳給你的伙女看 這樣就說 哎呀 我緊張到忘記帶這個 安全的 這樣就看上去好像危險一些 又加分這些 不要說我教的 那我發覺都七七八八了 剩下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 貼上石上去 剛才不小心弄掉了那些石 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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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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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甚麼 MING 各位 314白色情人節巨獻 DIY2K銀黏土戒指 製作完成 這次這條影片本身就是由這條教學片變成地獄vlog 我發覺每次做到的東西都一定會有一個不好的下場 計不知多少年前的消失的蘿蔔糕兜 劇毒蘿蔔糕之後 就變成現在就有地獄銀戒指 但不要緊 這次這條影片完全顯示到誠意 我保證你做給人一定會加分 最重要就是越多脫漏 就顯示得你的決心越高 雖然失敗了 但也算是一個教學 一個反面的教材 這次這個314巨獻就到這裏 希望下年會有更好的搞作交給大家 這條影片既然可以看到這裏的大家 麻煩就留個戒指在EMUJI給我看 如果你看到這個位置的話 這條影片不好意思宣傳會完 我後來會繼續出片 逢星期五有這個Podcast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沒有拍過 哈哈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窮啊?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在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剪Youtube的技巧有心得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8年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成為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課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Youtube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多年以來儲藏的 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最快12月會開班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下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